国内的手机厂商中 华为的关注度一直是意气绝成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华为早早就放弃了拿来主意 通过对技术研发的不断投入 获得了多个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很多人说 在手机市场中 华为为什么始终面向高端市场 任正非给出的回答是 如果华为手机在混迹于中低端市场 那么其他的手机厂商将没有生存空间 这样的回答既是对自己实力的极度自信 同时也是一种大度侵害的体现 可正是因为这么抢眼的表现 才会成为老美为追捕节的对象 受到缺心的影响 华为的手机销量和市场份额呈现断崖式下跌 同时在海外通信市场上也连连受阻 华为不是没有反击 但是当被卡住脖子的时候 有些挣扎确实是无力的 所以芯片自主化才是自己目前唯一的道路 而除了芯片之外 人们十分关心的另外一项 能够打破海外垄断的技术 就是手机操作系统鸿蒙 9年前 华为就已经在规划鸿蒙系统的研发方向 如今2.0版本也已经不知欲出 在此前华为Mate X2发布会中 余承东亲口宣布 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 将会全面上线鸿蒙系统 在本月的早些时候 华为也对鸿蒙OS进行了多个版本的测试 而最后一个测试版 正是3月31日推出 我们都知道鸿蒙有多重要 目前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一直被苹果iOS和谷歌安卓垄断着 其中后者更是作用80%的市场份额 此前的不愉快 让我们深知去谷歌化实在必行 而此次的华为鸿蒙系统 让人更加期待着点 是其具备万物互联优势 同时还具有一次开发多端使用的特点 华为副总裁静机就表示 在今年的3月31日 华为将会开启鸿蒙系统的推送工作 第一个吃螃蟹的机型 正是华为Mate X2 终于兜兜转转中华为正式亮剑 鸿蒙的横空出世 让消费者们都激动不已 因为后续华为的手机 都会陆续受到鸿蒙OS的推送 安装下载后就能够及时体验 而根据最新的鸿蒙系统名单 以下的首批44款机型能够率先升级 有没有你的手机呢